各位听众观众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 1950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西藏 第二年5月 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当局 在北京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 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又称17条协议 中国官方说 这项协议的签署宣告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然而 在八年以后的1959年 当时的西藏领导人 贵为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达赖喇嘛 出走印度 开始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流亡生活 西藏首府拉萨随后发生了一场伤亡惨重的事件 中国官室称之为西藏平叛 流亡海外的藏人则将其称之为和平抗暴 达赖喇嘛为何出走? 60多年前的那场血雨腥风究竟真相如何? 中国官方和流亡藏人各执一词 美国华人学者李江林查阅了大量史料 走访了在印度和尼泊尔的几百名流亡藏人 并和这段历史的关键见证人达赖喇嘛有过五个小时的谈话 2010年 李江林的《1959拉萨》一书面试 力求重建那段历史的原貌 美国之音解密时刻 今天请李江林为您解开上个世纪50年代 发生在西藏及周边藏区的那些历史谜团 1950年解放军进入西藏以后 达赖喇嘛仍然是西藏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 还先后担任了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1954年达赖喇嘛赴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受到毛泽东 周恩来等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高规格接待 与此同时 他与中国排驻西藏的高局军政官员也有频繁的接触 然而1959年3月10号 当他准备去西藏军区司令部观看一场演出时 却受到拉萨民众的强烈阻挠 数以万计的藏人包围了达赖喇嘛的下工罗布林卡 恳求他不要前往军区司令部 达赖喇嘛当时跟这个西藏军区也好 跟这个中共在西藏的工作委员会应该有很多的联系 双方应该有很多的交流 说看一场演出应该不是一个什么不寻常的事情 同时达赖喇嘛原来也去过北京 为什么这一次看演出就说不行了 为什么这一次就说要到北京要把他劫持到北京 以前到北京也没劫持他 其实你的这个问题呢 也是我开始对整个事情做详细的研究的一个切入点 因为他给我的也同样的疑惑 为什么五四年他去北京的时候 拉萨市民没有阻止他 他们很担心可是没有阻止他 为什么到了五九年的时候 就说玩了命的要阻止他 我在这个访谈的时候也问过这些当事人 就说当时拉萨是什么样的状况 要理解他的背景和当时拉萨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实际上拉萨在五六年的时候 两方的关系开始非常紧张 从五六年开始 然后达赖喇嘛本人告诉我 他五七年的时候从印度回来 五七年上半年就是在四月份的时候 回到拉萨的时候 他发现这个大昭寺对面的那个 这个中方的机构 已经开始那个房顶上已经修了公式 他走的时候还没有 就是说修工是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备战 准备打仗 昌都在五六年夏天开始了暴动 所以这种使得双方的关系 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紧张 然后解放军就开始有所备战了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 在中国藏区以外的广袤大地上 土改 振返 农业合作化运动 以及对农业 手工业 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政治和经济运动此起彼伏 一个接着一个 通过这些运动 共产党完成了对土地和农业 社会以及工业生产和经济的控制 到了1956年 信心大胆的中国共产党开始 将这些政治经济政策 向西藏周围的青海 四川 云南和甘肃四省藏区推广 但是遇到藏人的激烈抵抗 尽管这些政策当时尚未在西藏实施 但是对西藏藏人的心理状态不可能没有影响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 21岁的达拉喇嘛 于1956年第一次踏出国门访问印度 参加辅祖释迦牟尼 2500年诞辰庆典 就在达拉喇嘛动身前往印度的五天前 毛泽东在中共八卷二中全会上 指示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和西藏军区说 要估计到达拉喇嘛可能不会回国 并指示开始备战 毛泽东说 把堡垒修起来 把粮食水多搞一点 当时他在印度访问的时候 根据印度方面的资料 就是这个印度的尼赫鲁的情报局长 他在70年代的时候出版过一套回忆录 根据这个里面的资料 他就讲到达拉喇嘛那时候已经 就是说达拉喇嘛的哥哥 有这个动了这个想法的时候 不想从印度回来了 简单的说是发生了战争 为什么我说它是战争而不是说它镇压 因为它不是用警察 而是用了正规军 而且是野战军 这个我们现在能够看见的最早的资料 最早发生这个暴动的呢 实际上是云南云南迪庆 现在的香格里拉那一带地区 但是有关的资料非常少 我只找到了德庆县的一些资料 到了1956年2月 在甘孜州的色达县 也就是现在发生过资粉的 这个藏人资粉的这个色达县 它是一个存牧区 就发生了那个藏民的暴动 四川和云南对这个藏民的反抗的镇压 那时候轰炸寺庙等等 使得达赖喇嘛觉得 似乎他在待在西藏已经无能为力了 为什么藏民要暴动呢 这个是因为什么样的情况 迫使他们去这个奋起来反抗呢 这就谈到民主改革是怎么回事 这个就是我最早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吧 也就注意到民主改革这是一个词 它的内容是什么 对 这一点我就开始去调查这个民主改革 我们不管它叫什么 名相是什么 我们去看看它的内容是什么 按说从字面上讲民主改革应该是好事吗 对 对 字面上看上是好事 后来我就 因为我想不通 民主改革显然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大家会不顾性命的去反抗 因为当时藏人手有枪 为什么要去反抗 然后我就去调查他的民主改革的内容和方式 发现他跟内地进行的土改 镇反 这个还有肃反 合作化 它其实全是一样的 但没有什么区别 方法也一样 批斗 这个在藏人里面 藏语里面没有这个斗争会这个词 他只能设法用藏语来音译一个汉语的那个斗争 这个词 那这种斗争这种行为 开斗争会这种行为 对藏人来讲是完全不可接受 李江林在1959拉萨中写道 就在所谓的民主改革实行后不久 整个四川藏区农牧区的抗争此起彼伏 近1956年一年 当地少数民族地区暴动的参加者就达10万余人 波及43个县 450多个乡 数万藏民逃往拉萨 毛泽东和其他的中共的这个上层领导 知不知道在这个藏区里边进行的 所谓的民主改革激起了当地的这个藏民的强烈反抗 他们知道这情况 知道非常清楚 他们很清楚 轰炸礼堂乡城八堂的寺院的飞机 是中国当时最先进的秘密武器 1953年斯大林送给毛泽东的十架图四 这个就是 轰炸机了 对 而且是远程重型轰炸机 因为它别的轰炸机上不了高原 路途短 它必须是远程 而且能够携带大量的 那种急速炸弹 才能到那个地方 图四这个轰炸集团 它不是由地方军区控制的 是由中央军委直接控制的 也就是说没有中央军委的命令 这个图四飞机是不能动用的 但是图四飞机的第一次实弹的作战 就是在藏区 在四川 四川就在甘孜地区 那么中央军委下令 不可能不经过中央决定 所以说它动用这个飞机 中央就是 就是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才会动用这样的飞机 中央不可能不知道 1956年在印度的流亡造人报纸 西藏净报刊登了这样一幅画 描绘了李唐寺被轰炸的场面 英文和藏文说明写道 他们使用现代化武器 杀死了我们好几千热爱自由 勇敢武器不足的康巴人 并摧毁了寺院 中国官方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的上升 曾经有过这个观点就是说 和平的这个改造 和平的这个土改也好 进行社会的改造也好 是能可能的吗 他们在公开的文件上是这么说过 那有没有秘密的文件 说另外的事情 我们知道的就是泛民回忆录里面 他是讲到过 他得到过张国华从北京打来的秘密电话 是1955年下半年 那个时候毛泽东给的 给他们的指示 西藏公委的指示 就是说要开始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 那么而且是建立在打的基础上改 在55年 55年下半年 大概是11月左右吧 已经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在周边的这个省区 进行的所谓的民主改革 激起了藏民的强烈的反抗 对不对 对 那既然已经激起了这些反抗 为什么还想着说 要在西藏继续进行这些东西 这是他既定的方针 要知道毛泽东的1950年1月 毛泽东在莫斯科发出的一个电报 发给彭头怀等人的一个中央的一个电报 里面就讲到 西藏的人口虽然少 人口虽然不多 但是国际地位非常重要 我们必须加以占领 并且改造成人民民主的西藏 也就是说西藏不仅是占领的问题 它还有改造的问题 所以这个改造是势必要进行的 包括在17条协议中也提到了 这个社会改造的问题 只是没有详细地说怎么改造 什么时候开始改造 这个对西藏进行社会改造这一点 从开始要决定要占领西藏 一直到59年从来没有改变过 从来没有动员过 动摇过 只是说什么时候改 怎么改 用什么样的方式改造问题 但是后来有一个 就是所谓六年不改的推迟 这个六年不改 有多重因素 其中有一重因素 是公开的因素 是为了争取当然了 从印度回来 也就是说他不是说他不做 而他是在延缓 周恩来曾经到了印度 也去访问的时候 跟这个达赖喇嘛 是面谈了几次 劝他回来 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 他其实还有一次 不仅是跟达赖喇嘛谈话 还跟他的哥哥 跟他家人也谈过 这是达赖喇嘛的资状里面 写到过的 中方之表没有提到这一节 那么他们的 他的哥哥呢 实际上是达赖喇嘛的哥哥 实际上周恩来有很多的抱怨 就说你们这种做法 是不对的 就说在对藏人这样的镇压等等 然后周恩来呢 也有一些对达赖喇嘛 做了一些轻妙淡写的解释 比方说 李唐 我们是解放军被包围了 我们去空头粮食 实际上 远不止空头粮食 2009年6月30日 达赖喇嘛在印度达赖撒拉 接受李江林专访时 回忆了50多年前 在印度和周恩来的会晤 周恩来给他带来了 毛泽东的六年不改的口信 1956年我在德里的时候 周恩来和赫龙来看我 其实他们本来可以透过印度政府等等 但是他们来印度主要是为了见我 见我的时候 周恩来说 毛泽东主席亲自决定西藏的民主改革 推迟六年 六年以后 什么时候改革 再去考虑 达赖喇嘛说 当时赫龙还亲自到他在德里住的地方来 并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 雪山狮子 如果在雪山上是狮子 但是这个狮子到了平地 就变成一条狗 总的说来 周恩来对他的谈话就两个精神 一个是向他表示中央的态度 你们西藏要叛乱 我们就要坚决评判 这是硬的一手 软的一手就是我们可以承诺 我们六年之内不改 以后要改的话 一定经过你们的同意 然后呢 同时呢 他在跟尼赫鲁也有过两次谈话 在这个谈话中 对尼赫鲁也施加了一定的压力 胡萝卜加大旺 然后呢 使得尼赫鲁 就说变成一个 不愿意接受达赖喇嘛的流亡 这时候他没办法 他只能回去 也就是说当年中国上层的决策 是用强力的镇压 对 来推行改革 对 中国的民族政策在1958年巡化事件之后 有一个重大的改变 就是这个改变呢 原来一直都是强调地方干部要重视民族宗教问题 到了58年的时候 这个整个的政策理论改变了 改变成为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逗争问题 那么于是当他被纳入阶级斗争的理论框架之后 那你就知道 所有的反抗 抵抗 这种抵抗不一定是武装抵抗 包括藏人逃亡 逃亡就说我不接受这个人民公司 我赶得出身跑了 可以说是消极抵抗 他都被认为是 叛匪 只要是叛匪 那么就成了阶级敌人 于是消灭他们就是正当的 符合他的理论的 所以呢 就在他的这个理论框架下 对这些的解释 是符合他的这个思维方式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青海省的巡化事件 你说在那个之后 这个政策有这个重大的转变 那次事件是个什么事件 为什么能够造成政策的重大转变呢 巡化呢 它不是一个藏人 西藏这个藏族自治线 它是一个沙拉族自治线 它主要的居民是以那个信仰回教的 就是伊斯兰教的沙拉人为主 其中大概有两万左右是居民是藏人 中共要开始在这些地方成立 农业合作是第一步 农业合作是第二步 成立合作的时候 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为了防止藏人的反抗 就把民族宗教上层人物 用学习班开会等等民意扣押起来 这时候他们扣押的一个重要人物是谁呢 是副县长 是一个我们翻译的一个不准确的翻译 叫做活佛 就叫做加奈化活佛 这位活佛也就是藏语叫任波切 他曾经当过班禅喇嘛的老师年幼的时候 所以他在藏人中有非常崇高的威望 他被叫进学习班里面被关起来了 然后呢 藏人要求释放他 就大批杀人数几千人回到赶到县城 要求释放他 把那个政府的那个大楼包围起来 要求释放他 同时这个沙拉组里面有大概两个人吧 他们组织了一些 沙拉人也在反抗合作 他们组织了他们的一些人 也加入 然后呢这个过程中人多 他就失控 就发生了这个抢劫 发生了这个 把那个土改工作团的那个组长打死 发生了一些暴力事件 然后 这个青海省委就把这个当作一个 叛乱来对待 于是就派了两个团解放军 有一说是一个团的民兵 一个团解放军 总之是武装力量是两个团 在半夜的时候度过黄河 把这个县城包围起来 然后就开枪 当时包围的这些藏民 要求释放这个 这个任波切的藏民 实际上是没有武器的 有多少人呢 据说有几千人 详细的不是太清楚 然后呢 在这个过程 在这个这种这场战斗 评判战斗 被称为评判的战斗 大概打了四个小时 最后是解放军发现 他们打了四个小时后 才发现对方没有还击能力 几乎没有还击 所以我们在这个 这个事件过后 我们所知道的内部资料中 所说出来的数据 是在这四个小时中 藏人死伤 就是说以藏人为主的这些人 死伤人数是七百多 然后随即 马上就在当天下午开始 大收捕 这个一下午抓了两千多人 其中主要是群化人 就主要是萨拉祖人 但是也有好几百 那个 藏人 那么中方史上多少人呢 据我所知是七个人 而且没有解放军的伤亡 这就说明对方是没有还击能力的 而且这些死的人是干部和那个什么工作组的这些人 他是在事发这个战争战斗之前发生的事情 不是在战争过程中发生的事情 所以他这群化事件 就其实质而言 应该说是一场大屠杀 群化事件是打死了 平民多数 或者是都是平民的话 以后的 在这个藏区进行的这个镇压行动 被打死的 被镇压的 是不是也是平民 还是说已经不是平民 真正的是叛匪了 我不用这个叛匪了 或者什么 这种词 我用的词是武装人员 或者非武装人员 为什么用这个概念 藏人在历史上一直是有武器的 尤其是牧民 牧民几乎是每家都有枪 因为它没有枪 它没办法生存的 它放牧的时候 它在 他们一家人 一个 他们叫做藏圈 就是这么几户人家 或者有时候是医户人家 直到现在还是这样 他们会在 方圆几十里地的时候 就有医户人 最后说它放羊 或者放它的那个牦牛 草原上有狼 它必须能够保护自己 那么 它没有武器 它是很难生存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家家都有 而且它历史上 它还有各个部落之间的冲突 有的时候也会造成武装冲突 这种时候 他们历史上 就不是说解放军来了以后 他们才有枪 他们本来就有枪 那个时候他们没有收脚 就是他们还有武器 于是呢 这些部落 有武装反抗的 也有人少 枪少 他们觉得他们无法反抗 于是他们就武装逃亡 他们逃亡的时候 在路上 解放军追他们 那么他们出于自保 他们会跟解放军 短暂地交火 这种情况都有 但是这些情况呢 最后一概都被称为叛匪 当被称为叛匪的时候 他们还化成了 什么全叛区 半叛区什么什么的 化成全叛区的这个地方 是割杀无论 不管你男女老杀 还有一个一点 大部分的人 后来不是死于战争本身 而是死于监禁 就是说战场上抓的人 后来全部被关到 那个监狱 还有很多 青海还有一个 非常恶劣的事情 就叫做防判 防止防判 就是说这个部落 我哪怕搅枪了 我承认我不打 我也不打 我也打不过 我也不打 我就自动 你说搅枪好 我就搅枪 你说合作事 我就合作事 也没有 也没能幸免 顺着政策走 也没幸免 他们的男人 青海的 很多部落 就说特别是像果落和玉树 这一类的被称为全盘区的这些地方 他们的部落中 成年男性 18岁到60岁 18岁以上 60岁以下 成年男性 被全部抓走 这些被抓走的人中 大批死于监狱 从目前来看 仅仅是1958年 用在青海的飞机 就有600多架次 其中有相当多的 有相当一部分 不是用于运输 空头物资 而是用于直接的作战 也就是轰炸和扫射 到了59年3月的时候 实际上 这个战火已经烧到了 离拉萨只有100多公里的地方 四省藏区的战火 尽管还没有烧到西藏 尽管中央政府 向西藏保证六年不改 然而从云南 四川甘肃和青海 涌入西藏的大量难民 还是把解放军 在周边藏区 大开杀戒的消息 传到了西藏僧俗民众的耳中 拉萨 弥漫着一种 纯网齿寒的气息 就是在这种紧张气氛下 达拉喇嘛准备 前往西藏军区 观看演出 时值1959年3月 那么他去西藏军区的 去看演出 这个事情是怎么起来的呢 先邀请了达拉喇嘛 这是一个 到目前为止 还是有很多不同说法的一个 就说一个谜之一吧 就是2月7号 1959年2月7号 那一天呢 是藏人的传统中的一个节日 就是除夕的前一天 也就是新年的前两天 这个节叫做驱轨节 然后这一天呢 他们习惯上是要跳枪舞 这个跳舞就是一种 戴着面具的 一种宗教舞蹈 那么从历史 自从51年 解放军进入之后 每年他们在 布达拉宫 跳这个 这个 枪舞的时候吧 都会邀请中方的 最高官员 一起观看 因为他属于 他有宗教性质 也有文化性质 然后59年的这一天 这个 跳这个枪舞的这一天 就是这个驱轨节 正好是公立的2月7号 那一天 那个时间 张金武 就是最高官员 张金武和张国华都不在 所以西藏京区政委 谭冠山是当时最高领导人 然后 硬邀参加这个 跳这个 观看这个节目的呢 这个枪舞的 是西藏京区副司令吧 邓少东 他带着他的西藏工委 秘书长郭希兰 他们俩去参加 然后呢 这个邀请看演出的 这个事件就发生在 他们两方在 观看这个 这个宗教舞蹈的时候呢 的对话当中 1988年 前西藏嘎夏政府嘎伦 前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阿佩阿旺静美 在题为 1959年3月10日事件的 真相的文章中 这样写道 1959年葬礼土著年 破九跳神大会时 只有西藏军区政委 唐冠三和副司令员 邓少东在拉萨 他们应邀前往布达拉宫 达赖喇嘛在他的卧室 会见他们时主动提出 听说西藏军区文工团 在内地学习回来后 演出的新节目很好 我想看一次 请你们给安排一下 谭政委和邓府司令员 当即欣然应允 并告诉达赖喇嘛 这次很好办 只要达赖喇嘛 确定时间 军区可以随时 派出文工团 去罗布林卡 为他演出专场 达赖喇嘛说 去罗布林卡不方便 那里没有舞台和设备 就在军区旅堂演出 他去看 事情就这样说定了 中方资料引用比较多的是 阿佩要望金北的说法 但是阿佩呢 当时不在场 他不在场 他并不知道 当时到底说了什么 对他不在场 这个我特别像 大家俩求证过 就是他当时在不在场 他不在场 所以呢 我对这个 到底是谁邀请的 结论是 就是我的 我的结论是 他是在一个闲谈中 就像我和你聊天中 无疑中说出来 说出来以后呢 当时并没有决定日期 就是说有这么一回事 然后达阿佩当时 在忙着考试 所以他 对于他来说 去看一眼出这件事情 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呢 他事后他也 没有把这件事情 当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然后呢 在这件事情 反复强调到 是中方的资料 里面反复强调 是达阿佩首先提出来的 但是他没有说出 整个看演出这个谈话的过程 因为我认为 连邓超东本人都未必记得住 当时到底谈了些什么 因为他们说话是通过翻译的 那么在这个决定了 达赖喇们要去军区 去看这场演出以后 那么双方的官员呢 是做了一些安排 在这个安排中 据说 据藏人的说法 说西藏军区呢 提出来就是达赖喇们来的时候 不能带警卫 尤其是不能带有武器的警卫 这个说法是真实的吗 这个藏方的资料中 这是一个普遍的说法 不止一个人 尤其呢 这个当事人 直接的当事人 是那个达赖喇们警卫团长 他被叫到京城去 由邓超东告诉他这个安排 然后呢 从藏方的资料来看 这件事情应该是发生过 因为不止达赖喇们本人说 他的这个警卫团长说过 其他的人也说过 因为这件事情给他们震动很大 那是达赖喇们第一次 被阴邀到军区去 这是第一次到军区 对 他从来没有去过军区 如果我其实也想到 如果是筹委会 邀请他 恐怕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到了军区去 不带武器进去 在当时处在 几乎是准战争状态情况下 这是很容易引起误解的 那这件事情 中方有没有承认说 我们是说过说 不让达赖喇们带警卫来 中方有没有 中方的资料 史料里边有没有 没有 没有说 只有阿佩说过一句话 就是说海外这个境外藏人 曾经有过这个说法 他否认 但是我的书里面对他有分析 就是说他的否认 实际上并没有否认 带不带警卫这件事情 他回避了 前西藏嘎夏政府嘎伦 前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阿佩阿旺进美2009年 在1959年西藏叛乱真相 一文中这样写道 有的国外藏包写这一段历史的时候 又有这样一种说法 说当时达赖喇嘛不去军区观看演出 是因为军区提出达赖喇嘛来军区看演出时 除了可待私人工作人员和少部分警卫外 不再邀请其他随行官员了 这是根本没有的事情 按照常规 当时达赖喇嘛作为西藏的领袖 又是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主任 外出参加活动 怎么可能不带随行官员和警卫人员呢 中方的资料中完全没有提及 达赖喇嘛那一天如果去军区的话 警卫怎么安排 所有的中方资料中我没有看见 根据你的调查 你认为当时这个西藏军区是不是提出来 说不让他带警卫去 有可能 因为我觉得藏人的这个回忆中 他不是一个孤阵 他是从当事人到旁边听说的人 到直接传播消息的人 都会都有相同的说法 而且呢 他们都认为不让他达赖喇嘛去军区 说不让戴警卫是直接导致 导致藏人认为中方有阴谋的 一个主要根据 达赖喇嘛在接受李江林采访时回忆说 9号的时候戴本就是当时的藏军团长 也是警卫的主要负责人 我们一起去的地方 他要提前去看一下 当时戴本去了司令部那边 去看明天我要去的地方在哪里 怎么去 戴本去了司令部以后 他得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 就是说到司令部之前有一座桥 有一条河 他提议说 藏军明天不能过这座桥 平时我外出的时候有藏军陪伴 藏军不能过这座桥 就在桥的那边停了下来 我的警卫也不能带枪 不能带任何的武器 当时达赖喇嘛有没有对自己的安全问题 表示过担忧 说不让我带警卫是不是有问题啊 我安全会受到威胁 有这样的想法吗 没有 他从资料看来就是警卫团长的回忆录中 他提到就是他当他回来以后向达赖喇嘛汇报 不让带警卫这件事 因为这件事情就是使他非常犹豫 他感觉到不对 他向达赖喇嘛汇报的时候达赖喇嘛 犹疑了片刻 然后就认为没关系了 这个不会有什么事 达赖喇嘛反倒认为是没有事情 对 达赖喇嘛不认为这个不带警卫这件事情对他构成威胁 但是这件事情对整个藏人的心理状态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类似的事件 当时在1959年之前 在周边四省藏区 就是青海四川云南和那个甘肃藏区普遍的发生过 这个呢有一份文件 由李维汉 杨静仁和汪峰 他们三个人在甘肃 去甘肃和青海 去调查这个甘南 当时58年甘南藏民暴动 是原因的时候 他们给回来以后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 这份1958年4月3日提交的报告说 解放以来 我们对藏人中的反革命分子 还没有开过杀戒 省委同志提出 在这次平息叛乱中捉获的叛乱头人 一律关起来 待叛乱平息后 按照情节轻重分别处理 情节较轻的 一般不再给官做 较重的判刑 受恶分子大张旗鼓地杀几个 我们认为这样做的时机 现在已经成熟 甘南杀几个 对藏人中的反动上层分子 也是一个严厉的警告 这个文件呢 就被中央转发到了各个地区 就是这个民族地区 包括西藏在内 而且得到了执行 各个地区 包括各个县 执行了中央这个指示之后吧 引起了 就是说 藏人极大的恐慌 他发生的事件 就是各个地区 各个部落的 这些大喇嘛 大头人 突然间在某一个时间内 都得到通知 去邀请去看电影 去看戏 去办学期班 去开会 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有的被扣押 有的被 就关进监狱 总之就不见了 所以呢 当 达赖喇嘛 被邀请去军区 而且不能带警卫的时候呢 这件事情 立刻就引起了 藏人的联想 他们就认为 这是同一件事情 因为 因为呢 这些 这些发生在周边 四省的这些藏区的事件 这些事件 由 各地逃来的这个 难民 他们逃到拉萨的难民 带到拉萨 所以 拉萨路人皆知 大家都知道发生过 各个地区发生过 这个事情 所以 所以在 59年 这个3月10号的时候 达赖喇嘛要去看演出 他们立刻想到 西藏公 军区是用同样的方式 来诱补达赖喇嘛 而且是不准带警卫 对 所以这里面 他有他的一个内在逻辑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从中方 让达赖喇嘛去军区看演出 到提出来不让带警卫 这都是阴谋的 一些组成部分 应该这么说 整个的1959年3月10号的拉萨事件 两方都有一整套的阴谋论 双方都认为对方是一个阴谋 但是从目前我看到的资料中 都不能证实双方有阴谋 也就是说 实际上你没有证实双方 就是任何一方有阴谋 对 那么后来发生的事件是另一回事 就是3月10号事件本身 它是一个突发事件 没有任何足够的资料 足够的资料 强有力量的资料 证明中方请戴喇嘛是一个阴谋 或者藏人阻止戴喇嘛去军区 是一个预先安排好的阴谋 这两边都没有 我认为到目前为止 我看见的资料中都不足以证明这一点 中国的官方史料还说了一个情况 就是说当时的西藏的这个地方政府 叫嘎夏政府 这个嘎夏政府呢 是强令每一家每一户 都必须至少出一个人 去包围这个达赖喇嘛的住处 阻止达赖喇嘛前往西藏郡区去看演出 这个情况有吗 是不是挨家挨户的 我从各个藏人的 我自己采访的 以及我看见的资料中 都不是这么说的 他们说的是 他们怎么知道这个消息 口口相传 有些人是走到路上 看见一大群人往那个方向走 他们就问你干什么 他们说有这么一件事情 于是他们也跟过去了 有些是在街上看见那个什么 那也确实有一些呢 是嘎夏的下层官员 他们带了人去 也确实是有 也就是说 中方的说法呢 似乎是要证明 这场这个 所谓的这个暴乱 叛乱 是有组织的 是由上层组织的 有预谋的 有计划的 来实施的 你在这个调查 这个研究的这个过程中 有没有发现 是有组织 哪怕是下层的官员 进行有组织的活动 有吗 就3月10号这一天 数万民众 进到罗布林卡这一点上 有一定程度的组织 这个组织呢 是什么时候开始呢 是3月9号 3月9号的晚上 我访谈的人 参与者中 藏人的参与者中 最早到 赶到罗布林卡的 是3月9号晚上 是一些抗霸人 他们最早听说这个消息 他们最早赶到 那个然后呢 第二天 是各种各样的人到 这仅仅是3月10号 阻止 大家俩去军区这件事情 这个有一定程度的阻止 但是不是说从2月7号就开始 因为2月7号的时候 他们根本还没有决定 哪一天去 实际上这个嘎夏政府 在这个达赖喇嘛的指示之下 可能是 就是宣布达赖喇嘛 不去军区看演出了 因为民众 几万民众围在那个地方 不让他去 那么他就决定不去了 而且宣布了说 我不去了 大家散去吧 这种 这个情况是事实吗 是事实 这个呢 不仅是我采访的 这个当时 就在宫墙外面的人 说了 他们都说的 有这么回事 而且告诉我具体的地点 我问过他们很细节 就是说 他出现是在什么地方 这个 他们告诉我 这个 罗布林卡 那个宫殿的正门 那个门上门 是可以上去的 那个门楼点上 拿了一个扩音器 他们在不同的地点的人 就是说 都有这个说法 但是最 有利的这个资料呢 是 就是西藏军区出版的 这本资料集 叫做 平息西藏叛乱里面 它里面登载了一个 赶下工作日记 这个日记里面 就提到了这一点 这个日记 是赶下政府的日记 还是西藏军区的日记 赶下政府的人 赶下政府的工作日记 他每天都工作日记 然后他 他在这个工作日记里面 就提到了这一点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如果说 这个民众围困 这个罗布林卡 是下层人士的 一些有组织的活动的话 那么让民众散去 实际上是上层人士主张的 对 这个事实 中国官方的史料里面 有记载吗 没有 这也是 这也是我 我在研究的过程当中 发现了很多细节 被 而且是关键细节 被忽略掉 或者说被 就是说 删除掉 使得历史呢 就变成了另外一种状态 那现在看来呢 当时这个 赶下政府 呼吁民众散去 是没有产生效果 民众并没有散去 对不对 当时没有散 他后来到了下午的时候 据当时人讲 下午的时候 很多住在拉萨的人 他们就回家了 那既然 有很多人已经散去了 那个事件 后来怎么又激化了呢 他当时呢 就是说 有部分人散去了 就是说 大部分散去的人 是家里 家住在这个拉萨的 那个当地人 因为他们有家 他们晚上就 到了傍晚 他们就回家了 但是当时拉萨 有很多 他是在3月10号事件发生 是在新年后不久 而且是传召法会之后不久 当时每年 直到现在都这样 每年到那个葬礼新年 在原来呢 是有那个传召大法会 这个法会是他最重要的节日 在这个节日期间 大量的这个其他地区的人 会到拉萨来 来朝圣 或者来天津 这时候拉萨的人口会增加好 这一下会增加很多 这在3月10号发生事件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 他就有很多不是拉萨来的人 是是是康区 就是说这个四川来的 逃逃过来的人 因为那个时候 四川已经打了一个 已经打了三年 所以有很多人逃过来 在青海也有少量 就是安多也少量人逃过来 这些人 他们他们后来就带着帐篷 就在这个工墙外面 就安营扎载了 他们那里坚持了十天 所以在拉萨事件中 很多被打死的人 后来拉萨战营都很打死 有相当一部分是这一类的人 后来这个事件发生到 就是藏民们开始 喊这个西藏独立的口号 要求西藏独立 要求汉人滚出去 这是怎么激发出来的 他们认为 只要汉人在那里 达赖喇嘛就不会安全 问题是 就是说这个是怎么样 就是开始是不让达赖喇嘛去 到后来已经是公开的 反汉人 反这个汉人的这个政府 要求西藏独立 这是怎么变化的 这个变化吧 实际上西藏独立的这个观念 并不是一个新的观念 它从十三次大阿玛就开始了 但是它比较的 应该说它比较集中于 这个金英城 官员城 金英城 收货教育的和那个什么 他们也比较明确的这个观念 而且还不是所有的人 都有这个观念 就在按照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 在那个西藏始终存在着 清汉派和清英派 这是一种过于简单的说法 但是它也说明一点 就是说情况不是那么简单 但是这个 在1959年3月10号这一件 有普通的民众提出 要求汉人离害 西藏要独立 西藏是西藏人的 这个观念倒是比较 产生的比较 比较新 那么实际上呢 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 据我所知 当时西藏这个社会 至少在拉萨 是有至少我所知道 至少有两个地下组织 这个地下组织的很多成员 是基本的成员 都是一些年轻人 而且是 有些是僧人 有些是军人 就藏军 也有一些是赶下的中下级官员 不是上层 上层都是同叹对象 也都是既得利益者 也就是说实际上上层对当时的现状还挺满意 是这样吗 对他们没有他们没有理由去那个去反对 我的那书里面写到过一个数字嘛 就是他们跟西藏那个当时贸易贸易总控制吧 跟他们做生意 那个贸易额很高 他们都他们都富了 他们把羊滚滚而来 先富起来的是他们 对先他们本来就富 然后就更富 所以呢 这些物价飞涨 对他们并没有多少伤害 伤害的是最底层的人 中下层的人 特别是下层的人 所以这些人是 最后是拉萨事件 以及各个地方反抗的主要力量 然后呢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这些反抗的年轻人中和 这个加入这种秘密组织的很多人呢 他们很多人是在北京受过教育的 是实际上就是说 当时的中国的上层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对 从小让他们到这个汉人的地方去上学 学习汉语 学习这个政治 但是他们反倒是接受了教育以后 反倒更要反抗 这是为什么 这个是他不是说所有的都都都这样 但是有一部分人 他们到了那个内地学习之后 参观学习 他们才知道那个土改是怎么回事 中共的社会改造是怎么回事 他们认为当时对他们的教育呢 这可能是 这也是我想可能是我们不仅是中共 也是包括汉人的一个 一个意识上的盲点 这个盲点就认为 我们认为这样最好的 别人势必也认为最好 所以他们是很多这种社会改造 的方式和他的结果 这些年轻人在外面学了以后吧 不是所有的人都接受 所以有部分人不是说全部 就是有一部分这些在外面受过教育的这些人 他们回来以后 他们反而成为那个反抗力量 他加入反抗 而且他因为他认为 这不是我想要的这个西藏的未来 上个世纪50年代发生在西藏周边藏区的暴力冲突 给藏人和汉人的关系投下了巨大的阴影 围困罗布林卡 阻止达赖喇嘛前往西藏军区司令部看演出 正是这些暴力冲突在西藏形成的必然结果 1959年3月发生的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事件 至今仍然让藏汉双方都耿耿于怀 究竟是什么促使达赖喇嘛做出了出走的决定呢 被中国军队消灭的数千名被称为叛匪的人 究竟是什么人 美国中央情报局是否参与策划了达赖喇嘛的出走呢 请您关注下一期《美国之音》解密时刻 为您解开这些历史之谜 我是李肃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解密时刻